七华光明 无量种色 青色清光 白色曝光 玄黄珠子 光色阴然 我们看年老的出去 光色无量 莲花本体 即是光明 过月 七华光明 我们这个世界 莲花 是属于草本的 还不是木本的 草本的 极乐世界的莲花 它的本体是光明 这个光明 从哪里来的 从自信来的 世尊 在华言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的相 第一个就是将智慧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光明 光明 是我们 自信的 波较乱光明 是本有的 阿弥陀佛 就用这个 做极乐世界 保持 保持 莲花的 本体 难怪 难怪 人 坐在这个 莲花里面 自自然 然 就转 拔石 成四肢 啊 转 我们献起 物质的心 变成 法性神 居住的环境 全都变成 法性土 那 神 土 还用我们 真的名称 摄质上的体 完全变了 完全是法性 光明 所变出来的 那 法性 就是 长期光 啊 就是 真如自信 本经里面 讲的三种 真实 真实 知己 真实 智慧 真实 理 啊 全实 法性 又 莲花 色类 无量 这一句 很重要 啊 绝不是 只四种 啊 四种 是讲 云色 啊 这四种 云色 交配 无量 无边的光色 啊 青色 白色 蜆是黑色 黄色 猪是红色 紫色 略据 磁流 为烈 一色 无量 啊 实际上是 无量死 说不清 啊 青色的莲花呢 放青色光 白色莲花呢 放白色光 啊 黑色的 黄色的 啊 红色的 紫色的 一 过放起 本色 之光 故隐 光色 也然 啊 告诉我们 切宝池里面 有莲花 莲花 莲花 周满 世界 啊 极乐世界 包持的水 到处 都是的 啊 里面全是 各种 不同颜色 啊 不同光彩的 莲花 所以说 莲花 世界 也 也 对 对